云林县是台湾布袋系的故乡 县政府举办云林国际偶戏节 已经有17年 今年的偶戏节 除了有各项精彩节目之外 也举办金掌奖 青年竞赛大车拼 小金掌 Cosplay等竞赛项目 展现台湾偶戏文化的精彩记忆 10月13号下午1点开始 还在文化处表演厅 举办颁奖典礼 安排云林县长张立善 人间国宝布袋系大师黄俊雄 陈锡黄 走入星光大道 拉开颁奖活动序幕 最重要我们希望布袋系的传承 能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那同时也能够发扬光大 所以今天的颁奖典礼 就像金马奖金像奖 也像奥斯卡奖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让所有的布袋系的大师 以及我们所有热爱布袋系的这些老师们都能够感觉到尊荣 这就是文国地心 这样我们的工夫进步 还有我们的文化进步 还有在领土人物 我们的贤民的观众 还是文化部 国方面 我们这些 所有的东西 和我们这些 文化的前世 会努力 这样才有达成到他们的愿望 张立善县县长表示 布袋系不只是云宁县的文化资产 也是台湾文化传承的国宝 今年的云宁国际偶戏节 集合了全台湾各地优秀艺师 是布袋系界的奥斯卡奖 曾经拜师学艺的张立善县长说 布袋系包含精湛的口白 视觉艺术 操偶技术 后场音乐 编剧脚本 才能成就一部精彩的戏剧 张立善县县长 也上台秀了一段布袋系的真功夫 不爱的老天使 在一百空里会的时候 头脑清澈 口齿清晰 在精神状态 全上的口 会成功 独聚会 想我 做土地 是 说起来 虽然 只有教会 修阳 我的寿重心 这首心 就会 我 帝的我 骗天 狐人 姆地 笑 我 拍 云县县文化处表示 为了推动布袋系的文化传承 今年特别增加40岁以下的青年竞赛 培育更多新世代人才 中国电视公司还邀请大牌艺人唐重胜 荒山亮 李千娜 跟日本韩国 俄罗斯等团体上台表演 为颁奖典礼炒热气氛 希望让掌中文化发光发亮 成为国际性的重要传统艺术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 于宁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